啊 我覺得他麻煩 去去去去 我很重耶 可以我們可以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你去拿那邊的比較近 哦 OK 好像這樣才下不去 哈哈哈哈 我這樣我下不去 等一下 等一下你再往前一點 側身 側身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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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來 然後你側 你勇敢相信我們 相信我們 相信我們 沒事 我們真的可以 來 兩陣隊 OK 好 恭喜挑戰成功 哇 那好 你 君 其實我是感覺就是 可能就年齡還小了 就沒有到那個 印象 那麼深刻的告別 就可能就 從小到大 也可能是因為告別比較多了 所以有一種 逐漸在習慣告別 然後 再迎接一個新的告別 就是有一種那樣的過程 嗯 因為從小就 離開 就對 也不算離開一下 就是 因為雖然媽媽帶著 但是從各個組 就這個組 殺情玩過後去下一個 或者是短期的廣告 就是 哦 你媽媽是跟著你一起的 對 媽媽 因為你比較小 因為那時候沒公司 對 小 就一直會有感受到 就這 這算小的告別 然後到後來 就是完全 比如說自己熟悉的祖國 然後去到他鄉去發展 算是一個 對我來說一個比較大的告別 是 因為其實 因為之前我們 練習生的時候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前輩跟我們說過一句話 就是現在你們經歷的苦難 就等你們出道過後 重新回過頭 你會覺得都是有意思的事情 嗯 但現在回想起來 那個時候可能會很傷心啊 很難過 但是 因為那個時候 我記得最難過的告別 是我當時 一直覺得 我就算不當練習生 我回國 我還有希望 我還可以繼續過我原本的生活 但是突然有一天看到朋友圈 原本的高中同學都畢業了 就是突然就各自 各自奔東西 就是各自的大學 然後就 然後發現身邊就是 原本能見的高中同學 就是全部都不在深圳 就有一種 啊 就是我已經回不去了 就是那種感覺 啊 那現在回想起來會有一種 這算是一種成長的感覺 嗯 嗯 很像是跟自己的過去 一次次的在 對 對 因為你已經完全是不同的生活狀態 而且就是 我們有句話是 很可能會有第二青春期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一直是在 原本青春期的那個時期 是在重複著做一件事情 哦 對 所以等於說是 比起我在做什麼東西 我在見證別人的成長 啊 反而 會讓我一直保持著原本的心態 我感覺我沒有變 就是我一直是在那個時期 但是我發現 為什麼我身邊的人變化那麼大 會有這種感覺 身邊的人的變化 提醒著你其實在成長 對 其實我也是在長大 變化 但你覺得你自己都沒變 自己看不了自己 也算是心裡面的一種 就是那個 一個小遺憾 就是不想去那個高原 就是有種那種感覺 但挺有意思的 學這樣想 嗯